想到这个阿牛就让我想到 这个阿牛路成绩啦 阿牛路育季喔 当时不但是非常非常的轰动 而且呢也为本地艺人争光喔 那我说在这之前呢 你是舞台上面非常红的邪剧红星 那怎么会突然走上电影这个行业呢 讲到我进电影界 当然是每一个艺人啊 都希望说能够搭上了电影 也就是他搭到最高峰的时候 那我进电影界呢 我应该要感谢一个 我们新加坡人的导播来的 以前是我们的导播 就蔡和平先生 就以前在搞那个卫青店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呢 他是被香港无限邀请过去 那他呢就策划了一个欢乐经销 这个时候是综艺节目最轰动的一个节目 那我呢经常年尾呢 我都会去度假 那是我的习惯 其实讲坦白了 是做生意 那时候我做时装 对 度假的时候呢 就看时装好的呢 我就把它搬回新加坡来 那那个时候在香港呢 就蔡和平先生一直叫我来 来玩啊 那我想 也好 香港都没玩过嘛 那我就答应他玩 谁知道这一玩呢 晚上火了 那天晚上一上 我没想到第二天 轰动整个香港 一夜成名 一夜成名 他们也不晓得我叫野风 只是讲 哇那个新加坡来的那个匪宅啊 那蔡和平先生说 哇一次打电话来要求我 你一定要来啊 签约啊什么 那我说我现在办货 那我歌厅还有合约嘛 我说这样子啦 我回去 我把我的歌厅的事情办完了之后呢 我一定回来帮你 那时候我就回新加坡 直接生意料理完了 喝约做完了之后呢 我就跟王叔到香港去 那到香港就签了无限 那大概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啦 王叔身体又不舒服 因为他不适合那种天气的环境 那他就说 哎呀他不行了 那他就先回来 那变成我被喝约绑死了 我不能走 我就再留在香港 喝约的经销 然后跟着呢 就罗马导演找我 是这样子搭进了电影 罗马那时候 他这个导演是不是蛮有名气的 对 他的电影 他的票房都很好啊 对对对 那个时候就找我拍这个啊 算是找对人了吗 也不晓得是他找对了 还是我碰对了 那当初怎么会有 阿牛这个人物出现啊 这形象谁说造的 是你本身提议呢 还是他们电影导演 也不是 是我提议的 因为当时是这样 罗马跟我说 导演说 希望我第一部片 能够比较适合 西马人看的 那么他说 你在西马 你在舞台上的演出啊 这些 是怎么样 他还不很了解 那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一向来的演出 都是搞笑为主啦 不过搞笑得来呢 我的搞笑是 有人情味 有哲理 是限制社会一些东西 不是说乱七八糟胡闹啊 那你笑了就完了 他说这个好啊 那后来他就叫那个编剧家 就是司徒安 就是王飞鸿啊 写的最多的 广东片那个 那么他就我们三个人就商量 那我就建议给他 我说西马曾经呢 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好 就是阿牛 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呢 阿牛呢 是一剧一剧可以连下去的 那这个人物是谁说的呢 是关心义先生 哦 是关心义先生 我才多艺的 因为本地艺人 对也是本地艺人 就在电影之前 在本地的舞台上 就已经很红的啦 关叔也做过阿牛 我也做过阿牛的 那我就大略告诉他 他说这个好啊 那加上呢 香港的环境的现实生活啦 就一个很老实的一个乡下人 来到大城市你知道吗 很多人就利用他嘛 好的就自己做啦 不好的叫阿牛去咯 那吃亏的时候 哎呦我不知道啊 他啊不是我 这害的阿牛呢很惨 所以这个戏本着 很有人情味 市井小明的生活啦 对 在当年你拍这部戏的时候 我相信你也不会想到 您是会一炮而红的吧 在电影这方面 没有想到 不过当时呢 老实讲我的精神负担也很大 那我想 我第一部片如果失败 我这一生呢 攀镜高峰呢 只是搭到他的门口罢了 那不我这 当然是不希望在门口嘛 对不对 让他进去啦 后来我就想 不过我很有信心 在新马一带 我相信我不会败得那么惨 为什么 在当时的新加坡来讲 像张大哥这样 不认识我们哪里算新加坡人 那又是我跟王叔第一部片 我想应该不会失败 我很放心 但是我担心的就是香港 因为香港这个市场 你打不开来 那你就完了 那就完了 那个电影那你就完了 不过我知道你这部电影呢 不但非常轰动 而且还是破了百万票房纪录呢 哎呀这个就是我 做梦都没想到 我最担心的香港 而且还在这个台湾第21届的 这个电影云战 获得了最佳的喜剧男主角 对 哇 这非常好的承车 那么你分红分了很多 合宝很肿的吧 还要说分红呢 当时我单单这几样东西 老实讲我很满足 因为香港那个时候的片 能够超过百万的第一部 哇 轰动一时 我刚刚是第三部 超过150几万 哇 更正的影展 我又得奖了 哇 那个时候真的很满足 那不满足得下来呢 那精神负担也大 为什么第二部片 我惨了 为什么呢 怕吗 哦你怕 我怕第二部片 那不行了 不就完了 如果是当时这个 阿牛片季在你们星马 在一段演出 舞台上演出那么 那么瘦得开 吃得开 那应该是电影 第二部第三部 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阿牛所以一共拍了四部 四部是吧 对 那后来这个也是有原班人嘛 拍了另外一部不同的电影 但是女主角换了 李清小姐对吗 对 那个是当时出炉的影后 热辣辣的李清 这个片子好像叫做双星半月 对 不用我花钱买 当然喜欢吃了 阿娇喝杯水 放在台上 你看我怎么拿 傻瓜 是是是 阿娇 您家乡在哪儿 你管我在哪儿 是 阿娇 您几岁了 我告诉你干什么 你还跟我拜扫啊 阿娇 什么 水啊 阿娇 阿娇 三十岁 三十岁 现在应该有 现在 六十多了 老了 三十几岁的那个光荣 那么以你现在的这个时光 这个年纪 这个心里有什么感受 感受 那感受当然是也没什么了 如果说怀旧想起来呢 就我这一生当当的满足 如果说以我个人的人生观 我比较跟人家好像不一样 我喜欢的是明天 我不喜欢昨天 因为昨天的东西已经成为事实 你也改变不了 快乐就是快乐 悲哀就是悲哀 那还去怀念他想他干嘛 我要的是明天 今天准备好明天 希望找到更好更快乐 年纪大了嘛 需要健康的生活了嘛 祝你愉快 祝大家愉快 是啊 那我们今天晚上呢 也非常的开心 请到你跟我们谈了这么多 我们也希望下午我们还有机会 再跟你多聊聊好不好 我也希望 OK 非常心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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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情不朽金曲亦难忘 观众朋友 我们要在怀旧金曲亦难忘这个单元 和大家见面了 相信大家一定同意 一首真正的好歌 它永远是历久弥新的 一位真 屋杰公园就在我国总统府斜对面 是设在热闹的购物和商业中心地区的一个小公园 这个小公园建的小桥雅致茂密的树木竹枝 穿插着小镜小桥和池塘 公园里有一个设计精巧的插座 并且有一道地道入口处 行人可以从这一端经过地下行人道走到满路的对面 屋杰公园建在繁华的屋杰路上 给忙碌的市民得到松懈精神的调剂 爱笑无礼 爱笑无礼 我俩在一起 爱笑无礼 画出美的墙壁 爱的笑无礼 没有风和雨 有我们的热情 有我们的热情 创造出新的天地 没有熊熊的火 我们温暖在心里 有两天天天的梦 有两天天的梦 还有什么不如意 爱的笑无礼 你我常常想你 愿深深地想念 一辈子不要魂离 一辈子不要魂离 重想 percentages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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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